亮度与锁定 那我们现在大部分大家都在使用一斤荧幕 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说 一斤荧幕的亮度是不是不适合我们的眼睛 太亮我们需要调暗 太暗我们需要调亮 那在系统设定值里面 有一个叫做亮度与锁定 在以前的视窗系统 有人可能会把它叫做萤幕保护程式 可能会有一些特效 基本上那种特效说是保护萤幕来讲 有一点牵强 毕竟他也在做一些效果 萤幕的使用 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萤幕直接调暗 或者是说我直接变黑色 所以我们的系统设定里面直接告诉你说 我如果要节约能源 我可以把画面调暗一点 或者是说我几分钟以后 我会让他变黑幕 假设你要一分钟 像笔记型电脑或者是一些手机类 他们会射一分钟 只要键盘滑鼠不动一分钟 他就变黑色 那就看个人的需求需要多少 如果你长时间在工作 那你这就不需要去调整他了 那像我们上课一节课 我们通常会是30分钟左右 系统才会动 免得老师讲到一半画面是黑色的 那这里有一个锁定 那什么是锁定呢 也就是说当你把锁定打开的时候 他进入黑幕的时候 他会要求输入密码 从暂停状况下唤醒需要输入密码 有没有 当你锁定键打开来 萤幕是怎么样 关闭 你看活动不久之后 他要30分钟后 他自动会关闭萤幕 另外一个是我直接按锁定 这里 不是有一个锁定吗 当你按下锁定之后 他会直接进入关闭萤幕 然后你要不要打密码 假设我临时有事情 只是出去一下 可是我的电脑画面又不想被别人看到 那待会重开机又要花一点时间 那还是毕竟还是麻烦 所以我可以使用锁定这个功能 那设定密码 每一个使用者的密码 他不知道密码是没办法启动的 这个是亮度与锁定需要的 那现在我们上课通常 我们就不会把它调整开来 如果是个人使用 建议你就自己按照你的需求来做调整